午餐的飯前跟飯後 你有記得就是落差 不要超過多少嗎 60 對...超厲害的 王先生今年41歲 兩年前發現自己罹患糖尿病 每個月準時附診拿藥 已是他不可忽視的日常 要我一輩子都不吃甜的 真的很困難 長期一直吃甜食 甚至連早餐店的那個 早餐我都要點甜的厚片 連續點了好幾年都吃 吃同樣的東西 然後那邊的老闆都說 我叫厚片先生 根據健保署統計 台灣糖尿病人數 從101年的176萬人 到104年破200萬大關 110年更是逼近250萬人 等於全台10%的人口 罹患糖尿病 更成為國人十大死因中 排名第五 背後更嚴重的問題是 糖尿病有年輕化趨勢 專家推估未來 39歲以下的患者 會以3.6倍速度上升 糖尿病控制不好 造成一個腎血管的一個病變 它也會造成犧牲 其實台灣有50%的病人 犧牲大部分都是因為 都是糖尿病 糖尿病的可怕之處 在於它會帶來 不可逆的傷害 也讓健保負擔越來越重 從106年的989.7億 到110年的1170.6億 五年間增加將近80億壓力 糖尿病儼然已經是 不可忽視的公位問題 19歲到65歲左右 這個族群之內 每週至少一次含糖飲料 的比例差不多七成 外食足居多 所以在飲食大部分來講 可能是高糖 高油 高鹽 這對我們身體的一些代謝疾病 最常見就是在35歲到40歲左右 就開始會慢慢展現出來 走一圈賣場會發現 除了果汁 果醬 飲料 含糖量高 可怕的還有加工食品 醃製品 吃起來不甜 不代表沒含糖 含糖量甚至比甜食都來得高 油字旁的糖 就是比較常練的碳水化合物 所以我們平時本來就是可以吃 因為這是我們供給 就是熱量基本的一個來源 蔬菜量一定要足夠 因為大家現在外食的機率很高 那你可能青菜量不夠的時候 你的血糖上升的幅度就會很快 你要靠青菜的一個纖維 去壓制血糖是比較好的 營養師建議人體需要的糖分 盡可能從五穀根莖類 或天然蔬果取得 一般的人工精緻糖要盡量避免 每天不要超過25克 尤其全台19歲以上的人口 平均每四人就有一人 處在糖尿病前期卻渾然不知 國人若不再做好控糖 一旦糖尿病上升 只能控制無法更治 東日新聞楊少年小海綜合報導 散歜 中文字封 裏面